诶 这个 前天是中国大陆的那个 他们叫高校考试 你知道有多少人参加吗 多少人 猜一下 几百二十万 720万考试 这是中国大陆 角株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录取率 所以各位 你们的后面后有追兵 那中华民国在台湾 多少考生 十三万 就是十三万 最多嘛 十三万 就是台湾 所以各位 这个数字差距非常大 差距非常大 所以连我看了之后 都觉得格外的触目惊心 他们只有录取率百分之三十 所以能够出头的人 事实上各个都是精英 那我们今年的录取率 出估整个的 大概整个 就是百分之八十几 百分之八十几 我刚刚也看了一些 这是台大的校长写的一个数据 日本的东京大学 平均来讲 每一年投资在他们学生 每一年 大概是两百五十万 东京大学每一年投资到他学生身上的经费是两百五十万 香港 你猜是多少 一百万 一百万 韩国 韩国它的大学部是五十万 都是以台币来换赦 那么研究所是一百 一百多万 就算一百万 那最后台湾 你猜猜多少钱 投资到每一个大学生身上的教育的经费 多少钱 而且是平均哦 公司业大学平均在一起 你猜多少数值 十六 十六万 十六万而已 不是一百六十万 十六万 所以各位 老师 请这个数据啊 当然 也就是说 整个在大中华的市场里头 除了台湾 除了香港 又忘记 还有一大群的大陆的学生 那我们台湾目前 大陆上不知道 没有没有数据 在目前台湾的这种高等教育在扩充之下 大家都要分一杯羹 所以越来越少 所以你们所分配到的教育的经费 在老师当年啊 真的是不可道理计 差距非常大 那怎么办呢 最后只有知情多福啊 那因此啊 知道说要拍片嘛 所以 几个修警昨天告诉我 那本来这些话 应该是 各位在 毕业典礼之前 跟各位讲的一习惯 但是毕业典礼当天 我会来 但是我没有办法参加 因为 有那优学团的说明会 那我也要 我要去参加一下 所以老师就先把这些话 先先跟你们讲 呃 就下面这几点 不要說筆記 這是奉勸各位到了大學之後的一些濃縮的想法 很誠心的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不靠聰明要靠努力 這是第一點不靠聰明要靠努力 第二點我想講 不誘於本科要廣泛設斂 不要只局限在自己的本科裡頭 要把眼光拉得更高遠一點 要對各科都要廣泛的涉獵 因為這是知識經濟的時代 千萬不可以小逼之宵夜情 第三 不要為分數 要為糾紙 應該打破真書的迷藏 真正有沒有所得在於你這次旁 不埋頭死我 要多方選手 六個不要逃避現實 要接受挑戰 好 第六點子 千萬不能夠 得過且過 要為理想來努力 不迷失留所 要有獨立的風格 要有獨立的風格 不困於人性的弱點 要能實現自己 好 各位即將要踏出校門 馬上還要接受七月一號二號三號的考試 相信大家都可以考得非常好 讓老師也非常感謝大家兩年來的陪伴 讓老師能夠有教學向上的機會 各位 各位 這個這個 這個要踏掉 好 好 那 即將要畢業了 那老師非常誠心的祝福大家 大學生活 四年的大學生活 能夠非常愉快 非常的充實 助理 恭喜 謝謝 谢谢大家